好 看下一句话 那么这个文章是怎么写的 为什么拒绝出版呢 它说 The article began Hundreds of steps lead to the high wall which surrounds the president's palace 这个句子稍微长一些 咱们做做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文章是这样来开始的 began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可以看作后面做began的宾语 是什么开始的呢 是这样来开始的 它的内容就是什么呢 它开始的内容是 Hundreds of steps lead to the high wall which surrounds the president's palace 数百集台阶通往这个高墙 什么高墙呢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定义从具 来修饰先议寺的high wall 这是关于that's which 所主语 环绕着总统府的这堵高墙 为什么拒绝出版呢 你这数百集是多少截 这个高墙有多高啊 这事实数据没有嘛 这突出了编辑 过分地给这个读者 并不重要的事实数据 你说一个外国的总统府的台阶有多少截 你说完我根本记不住啊 当然编辑觉得这个重要 你必须得说出来 好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看这个数百集台阶 就Hundreds of steps 这个数以百集的 数以千集的 数以百万集的 这个表达呢 可以一块儿 咱们把它记一记就好了 同样的还有数十个 dozen sub是数十个 这dozen一达十二个 那么scores of 类似也是数十个 score是20 是20 很多的20 还是数十个 注意这些词 如果单独和数词修饰 都没有复述形式 都是单复同行的 像two dozen 两达 不能说two dozens 只有dozen sub yes 同样two score是40 不能说two scores 但如果几十个 就是scores of Hundreds Thousand Million 都一样 咱们不重复了 数以百集的 数以千集的 数以百万集的 加附属名词 Millions of people 百万集的人都行 那么还有一些固定搭配 比如数以万集的 英语中没有万这个词 只好说 Tens of thousands of 叫数以万集的 数十万的 叫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叫数十万人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就好了 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成千上万的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的人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people 这几个作为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大声读物便直接就背下来了 所以约定俗成用法 记住 懂了没有 得记住 得背下来 比如说数百集台阶 怎么样呢 Lean to the high wall 通往这个高墙 这个lead to 我们以前说过 可以表示导致 其实本身的含义 是到达的意思 像谚语 Oro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 通罗马 这是通往某个地方 可以到达这儿 通往这儿 再比如说 你看四十八课 二百二十页的第十八行 二百二十页的第十八行 就出现了 通往某个地方 可以到达某个地方 The path led to a tiny village perched on the steep sides of a mountain 这条小路 通往一个小不丁点的小村子 这村庄位于哪呢 位于一座大山的陡坡之上 通往这个地方 lead to 一般过去 led to 派生意呢 就是导致这个结果 能够到达这个地方 能产生这个结果吗 在三十三课出现了这个用法 我们看第一百五十四页的第十九行 一百五十四页第十九行 This led to yet another angry argument 这导致了又一次气氛的争执 这里面是导致的意思 可以复得同时记住 百分之中是本意通往 通往这个高墙 这个什么高墙呢 在家定义从去 We surround the president's palace 环绕着总统府的这一面高墙 这个为时关系带所注意 We don't surround Surround表示包围 或者是环绕 这个意思 这个注意发音 字母R一定要舌头勾回来 Surround 不要读Surround 不是R 舌尖勾回来指向喉咙 不是R R Round Round 这个声音 我跟老师大声了没 Surround Surround 叫包围 环绕 这是急误动词 主动背动都行 我们在本文中用的是主动 咱们再看46课中 212页第30行到第31行 212页第30到31行 他说 You need to say Our house is now surrounded by a jungle 不用说 你也能知道 我们现在的房子 被丛林所包围起来了 就草长得跟树一样高 Be surrounded by 被什么什么包围 被人包围也行啊 你不信看第48课里边 你看220页第23行到第24行 220页第23行到第24行 这句话说 Looking up I saw that We were surrounded by children in rags who were looking at us silently as we ate 我looking up 这是伴随壮与 我抬起头来 我看到呢 我们是怎么样 加避避从具了 后面这边 大家避避从具 我们被一群孩子 所包围 一大群小孩 把我们围起来了 什么小孩呢 in rags 穿着破烂的乞丐服 这个rag 碎步片的意思 这个孩子怎么样 正在静静地盯着我们看 as we 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就我跟妻子两个人 正坐在吃饭呢 突然间 我的老婆很害怕 我抬起来看 怎么回事呢 一大堆破一啰嗦的 穿着乞丐服的小孩 也不说话 静静地盯着我们看 这个很有趣的情景 我们未来在48课 也会讲到 这是be surrounded by 被一些人围起来了 也可用它 那么如果表示附近的 周围的 我们用形容词呢 直接可以用surrounding 这个形容词 叫ing 叫附近的 周围的人 或事情 或环境 等等都可以 我们读下 surrounding surrounding 老师讲完之后 脑子里记 要会用啊 要不然算就白讲了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新歌的二册 新歌的二册 第六十二课 大火之后 有这么一个片段 很多同学可能学完二册之后 接着学三座 它说什么呢 Winter was coming on and the hills threatened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with destruction for heavy rain would not only wash away the soil but would cause serious floods as well 那么冬天呢 was coming on 仰看就快来了 都在路上 马上就快到了 并且呢 这些小山呢 怎么样呢 它有把周围的 这个村庄 毁掉的这个危险 threaten 可以表示威胁 或者有某种危险的意思 surrounding villages 就是周围的这个村庄 因为小山会有泥石流 轰然崩塌之后 可以把小村庄埋起来 destruction 就毁灭毁掉的意思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大雨呢 不但会冲走这个泥土 甚至还会造成洪水 not only but also but 什么是 i saw 是不但而且的意思 好 然后呢 这编辑呢 看完之后很不满意 他怎么做呢 the editor at once send the journalist a facts instructing him to find out the exact number of steps and the height of the wall 这个编辑呢 立刻给记者发了一封传真 命令他说 你得找出来 这个台阶究竟是多少级 以及这个墙 到底有多高 你数百级高墙 这种是不行的 这个句子先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主干结构 主干呢 很简单 就是编辑立刻给记者发了一封传真 后面这个instructing开始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现在分词短语 这个非为动词 当后制定语修饰的一个传真 instructing 这传真里面命令是主动的 现在分词 然后呢里面说命令他说怎么呢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还是这个搭配 命令他来找到这个什么呢 find out 后面有两个编语 分别都是画横线的部分 第一个是 the exact number of steps 这个台阶的精续数量 第二个编语是 the height of the wall 强的高度 下面我们来看看剧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看那个给记者记了一封传真 给某人发送了一个传真呢 一个邮件呢 一个email啊 一个贺卡呀 咱们都可以用动词send send somebody 像a fax a letter an email a card 等等等等 现在记email更多了 send 如果收到呢 收到的口语中可以用get 书面语咱们一本receive a fax a letter an email a card 可以叫from 从某人那里收到了 i got a card from my parents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起收到了父母亲 寄来的一张卡片 可以这么说 但书面中用receive 口语中发现这词不好说 receive 双音节还长音不好说 口语中用get 一般规则是get 就好了 好 本文中是给这个记者发了一封传真 在后面instructing 咱们说了后知证语 传真里面命令他 要找到这个台阶的精确的数量 究竟是多少 这个find out 很多同学写作中容易跟这个find搞混了 在英语中注意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find out它表示get information 得到某个信息 而不是找到一个能摸得着的东西 发现一把钥匙 咱们可以find a key 但获得某个信息用find out 本文中台阶有多少级 墙有多高是属于information 这个用find out是正确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13课 在62页的第八行 62页的第八行 有这么一句话 she wanted to find out whether it would be comfortable to wear 这个理查兹夫人想看一看呢 这个衣服穿上究竟舒服还是不舒服 这个衣服是否舒适 这是一个信息 这个用find out 这个搭配是对的 而不能换到find 再比如说 我们看在第二十二课 110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110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他说 One night the jury decided to play a joke on his colleague to find out if after so many performances he had managed to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有一天晚上 这个玉卒决定 跟他的同事开一个玩笑 来看一看 在这么多次演出之后 他是否成功地 把这个信的内容已经背诵下来了 是否把这个信能背下来 这也是个信息 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这个发现这个情况 用的也是find out 而不能够把它换到find 而什么时候find的呢 是找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十五课 70页的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70页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他说 He could not find his 50-pence piece anywhere And what is more He could not get his arm out 他到处找 也找不到他的五十变式的硬币 更糟的是胳膊还出不来了 找到五十变式的硬币 注意这个piece翻译成coin 是硬币的意思 找到硬币 当然用find 而不能用find out 相信大家 这个搭配已经完全会了 咱们后面就简单了 就是台阶精确的数量 还有高强的具体的高度 这个句子也比较重要 咱们跟老师复述一遍 就是这个编辑立刻给记者发了一封传真 然后护士顿语命令他能够找到这个台阶的精确的数量 以及高强的这个强的高度 The high 对不对 咱们来说一遍 The editor 立刻at once 给记者发传真 send the journalist a facts 在台湖中里 instructing him to 找到 find out the exact number of steps and the height of the wall 下来一遍 咱们不带中断 The editor at once send the journalist a facts in effects instructing him to find out the exact number of steps and the height the exact number of people 什么人数呢 who will attend a meeting 出席会议 咱们来说一遍 好 开始 这个太快了 不行 咱们这个 在造句那切下 在那 造句那切下 那很快了 就是把这句子复述完之后 咱们这切下 好 请注意啊 刚才就是带复述两遍之后 那句子复述完之后 再这切一下 后面再接入 好 我们把句子复述完了之后 下面咱们尝试造句 造一个类似的句子 请看中文 这位经理 立刻给他的秘书 发了一封email 要求他了解一下 即将出席会议的 确切的人数 这个经理的manager 立刻at once 他的秘书 叫his secretary 一封email 要求他 是不是可能 instructing 修士的email吧 那个出席会议的人 叫the people who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进去的数量 exact number 咱们来付出一遍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而且呢 句子精炼 简洁 里面搭配 我们特别自信 还是因为咱们是照着经典作品 写出了文章 就像我们按照蓝庭序 去描红 保证字体漂亮 是一样的 好 这个第五课第一段 咱们跟老师先学到这